大家好,今天用圣女果加三个鸡蛋给大家分享一个简单又好吃的做法 准备500克的圣女果,先倒入盆里 圣女果营养丰富,女性朋友可以适当地吃一些圣女果 可以减轻脸上的点点斑斑 接下来把圣女果的地去掉 里面倒入清水 先淘洗干净 再倒入一个空盆里 清理干净以后,把每一个圣女果都打上十字画刀 不要划得太深,浅一点就可以 然后向里面倒入开水 没过圣女果 上下搅拌均匀,这样受热更均匀 这样烫一下,比较好去皮 烫两分钟,然后把外皮系下来 像这样全部剥干净 然后把每一个圣女果都对半切开 切开这样比较好入味 放入盆里先备用 准备两拌大蒜切成蒜片 空碗里打揉三颗鸡蛋 里面放入一丢丢食盐 把鸡蛋液上下搅拌均匀 锅里倒入食用油 油热以后,把鸡蛋液倒入锅中 鸡蛋炒至凝固 就可以先盛出来 锅里继续放少许的底油 放入蒜片炒香 剩余果倒入锅中 翻炒均匀 接下来进进调味 放适量的生抽 一点老抽 一勺食盐 半勺棉白糖 继续再翻炒均匀 剩余果炒至炖生 鸡蛋可以倒入锅中了 再翻炒几下 让鸡蛋也吸收剩余果的汤汁 让鸡蛋吃着更入味了 翻炒几下就可以盛出来装盘 上面再撒上葱花点缀 这样一道地上好吃的生鸡骨炒鸡蛋就做好啦 用剩余果炒鸡蛋 比大一点的新鸡炒鸡蛋更好吃更入味 汤汁更鲜美 喜欢的朋友赶紧收藏起来制作吧 喜欢的朋友不要忘了点赞和转发哦 谢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